老美这波是大意识先人啊 在苏美冷战时期 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 把苏联拖垮了 之后看到我国强势崛起 于是又故技重施 将这招放到中国身上 开始对中国大方厥词 就说自家现在要研究什么电磁炮啊 未来坦克啊 高超音速导弹啊 这些武器的名字拎出来一听 那都是属于好莱坞科幻片级别的 起初老美只是觉得 这牛吹得越大 越能拖垮中国 但最后的结果却让老美傻眼了 他低估了我国对火力不足的恐惧 那就是你有的 我必须有 你没有的 我也要有 所以我国在听到老美吹的牛之后 信以为真 也跟着一起搞 离谱的是 老美吹的这些牛 自己还没弄出来 我国就给实现了 长安点在三秒 咱们今天就来盘盘 这美国吹的牛 我国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必须得说的 就是咱们的一五式清坛 起初这个计划是由美国提出的 并且还给他取了个非常高端的名字 叫做未来坦克 这是美军在经过战队 现代战争的深度研究之后 表示他们要研究出一款 可以快速部署 后勤保障需求低 但同时要具备超强的火力和防御力 来保证步兵在战斗中 可以行动自由的车辆 于是美军呢 就在他们的未来战斗计划FCS里 加入了未来坦克这个设想 在他们的计划中 未来坦克必须要跑得快 重量轻 攻击力还得过得去 要具有正面和别的坦克 对刚的火力 在04年的时候 这美军就开始研发这个东西了 但最后估计是觉得自己太一想天开了 就放弃了继续研制下去的想法 但这个计划却被我国给知道了 在经过专家们的一顿研究之下 完美地实现了美军一开始的设想 造就出了我们名声显赫的E50青坦 这可把美军给气坏了 明明是我先搞的 怎么最后被你给弄出来了 比坦克比不过就算了 就连战机也比不过 为了找回面子 老美又开始吹牛了 说他们F22战斗机的胜利系数是2.0 这一下可把我国给惊到了 什么这怎么可以 于是专家们又加班加点 把歼20的胜利系数给提升到了2.0 结果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这老美是傻眼了 大哥我就是吹着牛 3F22的胜利系数最高才1.5 你这怎么就2.0了 我国是疯狂的白嫖老美的创意 这种情况发展到后面 老美研发出什么新武器 都不敢邀请我们的专家去参观 毕竟我们的专家有特异功能 摸一下转头就给你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了 在06年的时候 这老美就提出了高超音速导弹的设想 这种武器拥有在一个小时之内 打击全球任何目标的能力 并且很快就进入了研究阶段 这事情被我国知道之后 那火力不足恐惧症又犯了 你老美搞那么大个杀气干什么 这可不行啊 你搞我也得搞 于是双方就进入了新一轮的比拼 你还真别说 这是吧 就搞了个东风时期出来 还在19年的国庆阅兵上亮相了 于是这老美又不服气了 随即也把自己的成果亮了出来 我说这是超高音速牙签没人反对吧 但老美偏偏就不信这个邪 在16年的时候 又要说把电磁炮搞出来了 说自家电磁炮的射速远超340倍的光速 电磁炮又被称为未来武器 它是一款多功能的武器 射速可以达到当前海军舰炮的三倍不止 在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外国人都觉得这是骗局 但我国却身心不一样 毕竟这老美实在是太会吹牛了 我们是不得不信 谁叫我们有火力不足恐惧症呢 于是火力全开 专家们是拼上了老命 发誓要把这个电磁炮给弄出来 在2018年的时候 我国还真就搞了个装载电磁炮的055舰艇 这消息被老美知道后 直火 这叫什么事啊 怎么每次我吹个牛 这中国都能在我之前搞出来呢 虽然这老美是一直吹嘘自己的电磁炮技术 但其实他们根本没啥进展 看到我们造出来之后 这老美就开始急了 也是加快研究状态 但当时我国的电磁炮研究成果 早就将它们远远甩开 再开始追已经太晚了 于是这老美就开始不择手段 收买研究电磁炮的内部人员 最后我国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电磁炮技术 就这样被老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 随着我国不断强大之后 我们和老美就进入了互相薅羊毛的模式 在单兵装备方面 随着现在的武器越来越先进 战士们要背负的重量也越来越大 于是这老美就提出了一个单兵外骨骼系统的概念 啥意思呢 就是一个普通士兵装备了这个 就能承受更大的重量 背负更多的武器弹药 这不就进入人均一把加特林的地步了吗 这简直就是火力不足恐惧症的良药啊 于是我国也开始研制这个外骨骼系统 要不然说中国制造世界第一呢 还真让我们研究出来了 而且已经运用到了实践 在医疗边防后勤等场景都大规模使用了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方便 不依赖能源 拿起来就能用 这倒是人均左手加特林 右手RPG 直接就变成了别人的火力不足恐惧症了 反观老美的 研究了几十年 现在还不能正常使用 那也没办法 那也不能随身携带个插头吧 最后出场的这个可就是重量级选手了 快舟火箭 可能大伙很陌生啊 但没关系 今天咱们就来盘盘这个快舟火箭 快舟系列运载火箭 是咱们中国航天科空集团研制的 是国际上首个采用了 兴建一体化技术的运载火箭 它拥有快速集成 快速入轨能力 啥意思呢 就是快舟火箭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将大量的卫星送到外太空 要是开战的时候 拥有这玩意儿 是啥概念 懂的都懂 而且这技术我国还是独一份 但这个快舟火箭的概念 其实最开始也是人老美提出来的 还拿出了相应的作战系统概念 要求航天器从部署到发射只需要几天时间 再后来 这个计划被我国知道了 那当然是不能放过了 除了这些是薅老美的羊毛外 像什么完美登月啊 东风二六啊 最开始的概念都源自老美 但最终都是我国先研制出来 而老美这边呢 不是半途而废 就是单纯吹个牛 那是眼睁睁地看着我国研制出来 也只能在一旁气急败坏 当然 我国能研制出来这些靠的并不是运气 而是靠着我们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攻克各种技术难关 和强大的执行力 让我们向这些默默无名的科学家献上最高的致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来期待